我是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上一世我成功舔到了女神 却不想女神婚后肆意出轨并联合奸夫 磨我财产害我性命 再次睁眼,我重生了 再次面对女神的天下彩礼 我选择哭穷 毕竟这个世界没了谁都会赚 不是吗? 纪博达,你到底有没有在听 柳如烟娇蛮的杨启梅 整个人生动又明媚 如果忽略掉她语气中的高傲与轻蔑 柳如烟,我从大学开始一直追求的女神 最近好不容易她松口答应了我的表白 虽然我知道是因为她怀孕了 急需一个人来接盘 但是前世的我依旧感恩戴德 兴高采烈的娶了女神回家 却没想到 这是导致我人生悲剧的开始 我温柔笑着看着她 如烟,我听到了 888888 上一世 柳如烟也是这样狮子大开口的找我要添加彩礼 我毫不犹豫的同意了 并卖掉了S市市中心父母生前给我准备的房子 房子卖掉后剩下的钱 在S市只能再买下一个狭小拥挤的房子 就是因为这个小房子 让柳如烟一连瞧不上我数年 这也是上一世柳如烟背叛我的理由之一 可是如烟 你知道的我只是个学生 父母也不在了 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柳如烟狠狠的醋眉 挑剔的上下打量着我 你掏不出来你谈什么恋爱 纪博达 我跟你说 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不然你别想和我领证 说完 柳如烟把面前的咖啡冲我破来 踩着她的恨天高愤然离去 先生 请问需要 谢谢 不需要 我挥手谢绝服务员的好意 看着面前的一片狼藉 上一世的我 也是这样不被她珍惜 重视 我们的婚姻就像这一片狼藉一样 我坐在咖啡厅的卡座 自嘲一笑 从咖啡厅回到宿舍 我大睡特睡了几天 这次 我没有再像以前一样 惹到柳如烟生气后 第三下四地求得她的原谅 因为我知道 柳如烟最后还是要回来找我的 柳如烟从大一入学开始 就是全校文明的美人 只是柳如烟性格娇蛮任性 只看得上有钱的富二代 用柳如烟的话来说 她和穷酸的人八字不合 大学时 柳如烟被一个富二代包养 幻想着自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 从此过上人人艳羡的富太太生活 但是就在柳如烟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后 正准备母平子跪时 富二代跑路了 柳如烟通过任何方式都联系不上她 恰巧此时 有人向学校举报她私生活混乱 且证据充足 柳如烟不是没想过把孩子打掉 但是医生告诉她 她的身体状况不好 不能流产 如果这次流产了 以后她再也不会有孩子 这对于柳如烟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 她清楚地知道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他们可以为了你的年轻貌美而娶回家 也可以因为你人老猪黄再随意抛弃 没有孩子 就等于她以后富太太的生活就没有了保险 柳如烟不能接受 但是这个无法被打掉的孩子 以及一份份确凿的证据 向一座座大山向柳如烟压来 为了保住学业 柳如烟不得不开始 在其他追求她的男生中 找一个人当街盘侠 而我 父母双亡 相貌端正 成为了她最好的人选 叮铃铃 我接起电话 柳如烟不耐烦的声音传来 纪伯答 还是那个咖啡馆 我们谈谈 我微微勾唇 这一次 属于我的你什么也拿不走 我到咖啡厅的时候 已经晚了十分钟 柳如烟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见我来 劈头盖脸的就骂了我一顿 纪伯答 你迟到了 你竟然敢让我等你 你这种穷酸人都没有时间观念 你这辈子能成什么大事 我沉默不语走到座位座下 如烟 我下次不会了 柳如烟冷哼一声 这次就算了 柳如烟向后依靠 仿若大小姐一般对我发号施令 彩礼可以先不要 但是你必须这个星期 就陪我去学校那里说清楚情况 我看着柳如烟的肚子 她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 小福微微隆起 已经显怀了 我壮思为难的说道 如烟 可是我这个星期 导师要求我要去外地实地考察 可能要出去一个月 柳如烟脸色一变 清了柚子最后气的脸色发黑 一个多月 那么久 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柳如烟一下子就炸毛了 我继续老实芭蕉的说道 这个也是我导师 一开学就和我说好的 如烟我也没有办法 你等等我 我一回来立刻就陪你去 柳如烟犹豫了一会 拿起手机向外走去 妈妈 纪伯达她马上要去出差 怎么办啊 我听着柳如烟走远了 冷笑一声 我这个赵母娘也是个心黑的 上一世 柳如烟在她妈妈鼓动下 不断拿我的工资往她家进 最后用我的钱 还清了他们家自己的房债 她和柳如烟一样瞧不上我 不断地念叨 要不是我女儿当时出了些意外 你真以为你这只癞蛤蟆 还能吃上天鹅肉 哒哒 哒哒 柳如烟打完电话回来 居高临下站在我面前 一个月就一个月 但是你今天必须先给我找到住的地方 柳如烟的舍友 一直和柳如烟不对付 柳如烟早早就搬出宿舍了 在她被富二代包养的时候 她一直住在别墅里 现在富二代跑路了 她外面的别墅也去不了 这几个星期一直住的酒店 估计到现在 她的钱包应该承受不住了 我温柔地点头 目光落在她肚子上 如烟 我来给你找地方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啊 柳如烟一听 气不打一出来 是你的孩子吗 用你操心 看你这富窝那样 真恶心 说吧 柳如烟气冲冲地离开了 我忙碌了一下午 在学校附近的一个老小区 找到了一间合适的房子 温馨整洁 虽然房子隔音不好 但是邻居们都很热情 但是我知道 柳如烟肯定不会满意 她已经被金钱冲昏头脑 她看不上这种小房子 果然 我接柳如烟来看房子 柳如烟看到小区 就已经开始不满了 这什么破烂小区 我住在这里不会得病吧 走了两步 柳如烟继续抱怨道 你看看这路 破死了 走得我脚都疼 旁边路过的大爷 皱眉不满地看向柳如烟 刚要开口说两句 就被柳如烟顶回了嘴 臭老头 你看什么看 我又没有说错什么 这种破烂小区 也就你们这种身上散发着穷酸味道的人 才会住 说完柳如烟就高傲地走远了 我在后面不断地给大爷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 大爷看着我道歉 叹了口气 孩子 这个姑娘不适合你 你们不合适的 我看她都已经有身孕了 积点口德吧 我看着柳如烟走远的方向 也无奈地叹了口气 大爷 您住哪 我送您回去吧 实在是不好意思 把大爷送回家 我找到柳如烟 苦口婆心地劝道 如烟 这里的房子真的很不错 而且你还有身孕 这里的邻居们人很好 都可以帮着照顾你一些的 柳如烟整张脸都皱在一起了 还是不满意 我只能说道 不如如烟你问问阿姨 行吧 那就这里 柳如烟似乎想起了他妈妈给他嘱托的话 勉强答应下来 那等我出差回来 如烟你想吃什么 我就过来给你做 柳如烟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 重重地把门甩到了我的面前 虽然父母也给我留了一大笔教育资金 够我这辈子再也是吃喝不愁 但是我上大学后一直坚持做兼职赚生活费 我自小学习优秀 耐心且细致 长得也偏文静 很多家长都愿意找我做家教 大学四年下来也攒下来了五六万块钱 上一次给柳如烟找到房子后 我匆匆忙忙地就离开了S市出差去了 我原本以为即便自己如此恨柳如烟 还是为了一个孕妇身体健康着想 为他们找房子住已经足够人之意境了 但直到我在必市出差时 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纪伯答 我的生活费呢 你个穷鬼 你想饿死我不成 柳如烟的尖嗓音通过电话有些失真 听起来更加刺耳 但不及他刻薄冰冷的话 扎在我心中的伤害 我捏入着开口 如烟 可我的钱已经给你租房子了 柳如烟在电话冷哼一声 我不管 我就没有过得这样憋屈过 你难道让我这个孕妇去赚钱吗 纪伯答 快点给我打钱 我要两万 我听着电话那头柳如烟怒气冲冲 想到了上一世的我们 上一世 我真心爱护柳如烟 为了给足他安全感 主动上交我的工资卡 我工资一月三万 虽然柳如烟不上班 但是在S时应该过得不是很紧凑才对 但是我们在郊区的老婆小李窝聚了十年 后来我才知道 我一个月工资两万 柳如烟给他妈妈交房租每月八千 柳如烟和他的狐朋狗友赌博欠债 每个月要还一万五 S时物价那么贵 剩下的钱勉强购我和柳如烟日常支出 更别提柳如烟的高消费生活了 我被害的那天 柳如烟洋洋得意的靠在肩负身边 就你那点破工资 给我买个包包都不够 如果我不出轨 你以为我的衣服 包包化妆品你能负担得起 穷鬼 如烟 怎么要这么多钱 你那边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原来 这时候柳如烟就已经在赌博了 你少管闲事 你给不给 柳如烟似乎心虚了一下 但是马上又开始蛮横不讲理起来 如烟 不是我不给 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你少忽悠人 你不是有存款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柳如烟多多逼人 我无奈地开口 如烟 你知道的 我的钱都是兼职存的 本身就存不了多久 这次给你租房子几乎就花光了 你个王八蛋 四年就存了这么点 你有什么用 柳如烟气愤地在电话那头咒骂着 然后挂掉了电话 我收起手机 对着身边目瞪口袋的师兄师姐苦笑了一下 一个师兄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 师弟 不行就分吧 我低着头看不清神情 小声地对自己说 姬博达 再忍一忍 就快了 一个月转瞬即逝 我刚到学校 柳如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你人呢 待会儿过来给我做饭 柳如烟说完就挂了 我看着堆满行李的宿舍 叹了一口气 如果是上一世的我 说不定会立马过去洗手给柳如烟做饭 看到柳如烟的笑脸是我最大的追求 但是现在被柳如烟伤透心的我 决定先扼着他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 专心收拾打扫宿舍 打扫累了 和师兄们还出去吃了顿饭 吃完饭已经晚上八点 果然柳如烟已经打了无数的电话 聊天框里也都是些咒骂我的话 我打车到柳如烟住的地方 发现柳如烟的房门竟然是虚掩的 我敲了敲门 柳如烟一直没有回应 柳如烟不让我私自进入他的住所 所以我一直在外面敲门 等着柳如烟的回应 嗯嗯 记 记博达吗 进来 柳如烟的声音终于传来 但是喘息声很大 我心中奇怪但还是走进去了 柳如烟 你声音好奇怪 你生病了吗 我进去看看你吧 我进去后 走到柳如烟卧室门口 敲着他的房门问道 别 别进来 你去做饭 柳如烟声音充满慌张 还带着一丝甜蜜 我仔细去听 屋里有不断撞击的声音 我瞬间了然了一切 柳如烟正在豁人偷情 我麻木地转身 走进厨房开始做饭 上一世 柳如烟也是一直在出轨 我只知道柳如烟在外面 总是在和不同的有钱人上床 我从未想过他会带到家里来 仔细想想上一世也有很多细节 我在公司加班到深夜 给柳如烟打电话的时候 在他说自己身体突然不舒服时 不出来吃饭的时候 在我半夜口渴出来喝水的时候 他的声音都是这样断断续续 声音甜蜜 喘息声不断 房间还不断有着拍打的声音 我自嘲地笑出声 纪博达 你真是个大蠢蛋 被别人玩得团团转还不自知 我如同行尸走肉般在厨房忙碌 我想起上一世 上一世 柳如烟也是这样早早就已经被判了吗 不 从一开始柳如烟就是在利用我 一开始 他只是利用我拿结婚证去和学校证明 好拿到毕业证 后来 是因为他欠的赌债 需要靠我的工资偿还 他赔睡的那些有钱人都不傻 给他的都是包包首饰的东西 这些柳如烟当然不可能卖掉 这些都是他继续掉下一个凯子的装扮 我沉默地做完饭 沉默地端到客厅 沉默地离开这个肮脏的屋子 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雨 伴随着窗外的一声没响 我在关门的一瞬间好像听到了柳如烟似欢愉的叫声 转天 雨过天晴 柳如烟的电话催命腹般响起 纪伯答 你今天必须陪我去学校 我沉默地听着 不做任何回答 纪伯答 你容了 你现在就来学校 快点 我听着手机嘟嘟被挂断的提示音 颓废地摊在桌上 但是我还是如约出现在学校 看到办公室中乱得如菜市场般 眉心一条 便宜丈母娘战斗不容小觑 唾沫星子满天乱飞 蛇战群如 以一敌三 凭什么说我女儿私生活混乱 你们一群老顽固 都什么时代了我女儿追求自己的幸福有什么 办公室的老师拖了拖近况 可是有学生举报柳如烟同学同时和多个人有男女朋友关系 并插足他人生活 还怀了人家的孩子 这些都是有切实证据的 我呸 难得能三七四切 我女儿怎么不行 再说了 便宜丈母娘眼珠一转 看到了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我 一把给我拉了进来 再说了 我女儿可没有插足别人 更别说怀人家孩子 我女儿怀的是这个 这个 她一下忘记了我叫什么 卡了壳 气势一下子就弱了下来 纪伯达 我站在旁边淡淡说道 对 你们都听到了吧 我女儿是和这个叫纪正谈的恋爱 怀的她的孩子 不吃 旁边的老师一下子没忍住笑出来 家长 这位同学叫纪伯达 我淡淡瞥了一眼柳如烟妈妈 她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她也没想到闹出了这样的笑话 联盟把我往前推 孩子 你自己说怎么回事 我抬头看了一眼 老师们的眼里充满了恨铁不成钢 柳如烟的眼中 蓄满了泪水看着我 好不可怜 但是她脖子上的红痕很刺目 足以见得昨夜战狂之激烈 我 我看着窗外明朗湛蓝的天空 想到 我真的还要再和这群烂人 纠缠在一起吗 老师 我没有和柳如烟谈恋爱 她的孩子也不是我的 我坚定地回答道 柳如烟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不可置信 她可能也没有想到我这个窝囊费 对她百依百顺的男人 竟然会给她来这一手 柳如烟一下子就急了 记拨打 你什么意思 你竟敢忤逆我 她壮肉癫狂 我嫌弃地往后撤步 柳如烟 你记错了 我的确向你告白过 但是你当时拒绝我了 当时的围观同学都可以作证 老师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我礼貌地向负责老师点头 在我扭伸出办公室 我有善提醒道 柳如烟 你之前找我帮你租房子 我看在大家同学一场 帮你垫付了三个月的房租 记得还 最终 我在柳如烟刺耳的咒骂中 离开了办公室 几天后 因为没有人为柳如烟接盘 各方面的举报证据也很充足 柳如烟最终被学校劝退 但这些都与我无关 就在我以为我终于摆脱了毒瘤 生活给我狠狠地来了一棒 记拨打 对吗 警察坐在我对面 向我核对着信息 审讯是灯光刺眼 所有的谎言 在刺眼的灯光照射下 似乎都无处隐藏 嗯 我滴滴应道 由于柳如烟女士控诉 你对她实施强奸 导致她的孩子流产 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不可置信 我 强奸 柳如烟 一种生理上的恶心 只往上反 我言辞坚定 警察 我没有强奸她 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请问你和柳如烟女士 是什么关系 我大学的时候追过她 但是她拒绝了我 警察抬头皱眉看向我 柳如烟说 你是因为她拒绝了你 你爱而不得 因爱生恨才强奸的她 我连忙摇头 不是的 柳如烟后来怀孕 想要我接盘 我也拒绝了 如果我是因为柳如烟 拒绝我而强奸她 那她找我接盘的时候 我大可以同意 成为她的男朋友 柳如烟说 你对孩子很仇视 所以想梦到孩子 针对这件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警察先生 事实正好相反 柳如烟 其实比我更讨厌这个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 他才被举报私生活混乱 也是因为这个孩子 他才不得不放弃那些有钱人 找我接盘 柳如烟报警说我强奸 请问有证据吗 我气得发抖 竭尽全力的保持冷静 农夫与蛇的戏码 竟然发生在我身上 季先生 请问你这周三 是不是前往了 幸福小区8号楼402 幸福小区 就是我给柳如烟租的房子 周三那天 是我出差回来的那天 柳如烟喊我去给他做饭 是的 但是我是被柳如烟叫过去的 柳如烟说我是哪天强奸他的 我从来没有和柳如烟上过床 我被气笑了 你们既然调查了我的时间线 你们就应该知道 在我之前还有一个男人进去了 甚至在我从柳如烟那里出来后 他还留在里面 警察们对视一眼 显然他们也查到了 我也不怕被别人笑话了 我是在大学时一直追求柳如烟 但是他拒绝我后就被包养了 前不久柳如烟被举报私生活混乱 并检查出怀孕了 那个有钱人对他只是玩玩 就抛弃他了 他又由于身体原因 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打掉 但是为了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 就找到了我 我来接盘这个孩子 我一开始是同意了 但是紧接着我就因为要和老师出差 离开S11个月 周三那天我刚从S市回来 柳如烟就喊我去给他做饭 但是我那天晚上也和我的师兄们有聚餐 大概到他家已经8点多了 我一进去就听到柳如烟 在和另一个人在做爱 甚至在我做饭的时候也没有听过 我气愤的开口道 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这样的欺辱 我转天柳如烟要求我向校方证明时 就翻脸了 警察们听得一愣一愣的 让我签了字就放我离开了 临走前 一个小警察郑重地对我说 季先生 这种事情我们也很难办 现在你们两方都没有确切的证据 所以我们比较推荐你们私下调解 我想了想 问到柳如烟说我强奸他 那他体内应该能查出有我的DNA吧 小警察摇头 事实上 刘女士报案时间距离案发时间过去很久了 已经很难查出来了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 我心中叹气 离开了警局 好事不出门 换事传千里 我上午被警察找上的事情一下子传开了 下午陆陆续续已经有不下十个人来找我旁敲侧击的问情况 连学校老师也把我叫到办公室了解情况 我将事情来龙去脉和老师讲清楚后 老师同情地让我回去休息 出了办公室 看着消息一百家的微信 我实在不堪其扰 将手机关机 回到宿舍 我蒙头大睡 就在我在梦中对着小人们拳打脚踢时 设有的大嗓门将我吵醒 不好了 不好了 纪博答 你快看表白墙 我迷迷糊糊打开手机 表白墙置顶飘红 赫然写着 舔狗强奸多年女神 警察已找上门 学校还不开除这种白类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 颤抖着手指向下话 一要 不是 这女神 不会是XY吧 二要 舔狗应该是那个要给他接盘的那个吧 三要 这么痴情 尚赶着当爹 四要 但是 XY不是一向只看得上有钱的吗 那个接盘的也不是很有钱啊 五要 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XY被人举报了 听说因为私生活要被劝退 他这时候能有愿意接盘的就不错了 哪里还顾得有没有钱 六要 我在咖啡厅里见到过他们 XY一下子把咖啡泼到舔狗脸上 但是别说 舔狗还是有点帅气的 七要 细说 八要 加10086 九要 XY当时好像找舔狗要彩礼 八八八八八 舔狗好像掏不出来 XY一下就把咖啡泼了过去 然后就离开了 十要 妈呀 天价彩礼啊 十一要 我和那个男的一起兼职 他里不是很富裕 他好像一直是自己兼职赚生活费的 十二要 这么惨 那肯定拿不出女神的彩礼啊 XY都要被劝退了 还敢要这么多 舔狗也是 这都不跑 十三 要 吃情贝 十四 要 不对 XY最后不还是被退学了吗 据说就是舔狗最后没有去给他做正接盘 十五 要 呼 爽了 还不算是太没脑子 十六要 爽早了 你看标题 强奸哦 十七 要 听说当时 XY不打胎就是因为身体不行 掉胎了以后会很难再有孩子 十八要 那 XY不得恨死他 十九要 看来是一场因爱生恨的惨爱 二十要 但是这个人也是不嫌脏 XY都跟多少人上床了 也不怕自己得病 我盯着二十六的发言 若有所思 我穿上外套就往警局去 上一世 柳如烟就染上爱滋了 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染上的 但是不可置否的是 这的确是一个突破口 我急冲冲的冲进警局 警察先生 警察先生 那个年轻的小警察给我递来一杯水 先坐下 慢慢说 我顺了口气 开口说 我想起来了 柳如烟和很多人都上过床 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做一个体检 万一 我是说万一 有一些会传染的疾病 他有 我没有 这样可以证明吗 我们正要联系您呢 您说的我们也考虑到了 所以刘女士那边 我们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如果您愿意配合就太好了 我坚定的点头 那我们快走吧 从医院出来 已经晚上了 今天事情又乱又多 感染病详情 要等几天才能出来 警察也安慰我先别着急 回去等消息 我充满疲惫地回到宿舍 联系老师 老师 我刚从警局回来 想问您一件事 表白墙上的帖子可以删掉吗 焦急地等待了几天 终于等到了警察的消息 季先生 结果出来了 您现在方便来趟警局吗 十分钟 我打车到了警局 季先生 根据检测报告 您现在身体健康 无任何传染病风险 那柳如烟呢 我叽叽发问 柳女士 悲差一批杨性 呼 我在心中松了一口气 我想过柳如烟会感染性病 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早 就已经感染上了 根据季先生 您此前的证词 我们也调查了 您所说的那位男性 发现他有爱自感染史 并结合幸福小区 其他邻居们的证词 发现这名男性 曾多次出入柳女士的公寓 所以我们推测 柳女士应该也是被他传上的 警察对我微笑着说道 季先生 你的嫌疑洗清了 离开时 我听见旁边房间中 柳如烟对拼透歇斯底里的尖叫着 我杀了你 从警局出来时 我不敢相信 这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我回到学校 找老师说明了警察最终的调查结果 学校也迅速地进行了澄清 我的人生重新回到了正轨 只是午夜梦回想到上一世的自己 傻得可笑 后来 我独研毕业了 在本市的一家大厂工作 没有上一世的吸血蝗虫存在 我很轻松地攒下了钱 在夜市买了一辆车 加上父母给我留的那一套房 过得很是滋润 后来 我终于结婚了 妻子温柔贤惠 女儿乖巧可爱 我们一家三口 过得温馨幸福 上一世的事情 我逐渐就想不起来了 又过了几年 在同学聚会上 我偶然听到了 关于柳如烟的现状 柳如烟自从发现 得了爱字后不断堕落 后面甚至吸毒 一饭养息 最后被抓紧橘子 至今喂出来 我淡淡一笑 自作念不可活 我或许刚重生时 有想过报复她 但是柳如烟自己的作死行为 已经不需要我再出手了 全文完 全文完